Hello 各位B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两天我收到了一条私信 是一个小姐姐 想要我推荐一台用于平时拍美妆和Vlog的相机 由于她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 所以预算不多 想咨询一下我的意见 小姐姐们在平时挑选包包呀 口红 衣服的时候非常的在行 但是对于这些数码产品就非常的头大了 市面上3000到5000价位的相机非常非常的多 到底哪一款最合适呢 我们就跟着小姐姐的需求一点一点的来筛选 因为是给妹子选相机 所以太大太重的单反就不推荐了 今天只推荐比较轻的微单相机 首先看到小姐姐要自拍的话 翻转屏是必备的选项 富士的相机大部分都没有翻转屏 能满足需求的只有XA和高端一点的XT100 索尼呢在5000价位内 你只能选择比较老的 A5100微单和RX100黑卡系列 搜下的GF系列 GF8 GF9 GF10和卡片机LX10都是翻转屏 而嘉能几乎所有在售的型号都配备灵活的翻转屏 从便宜的M100到更专业的M50M6选择非常多 当然嘉能的网红卡片机G7X2代和3代也有 然后看到小姐姐要求聚焦快 不用一直盯着屏幕担心对没对上焦 那就要求相机具有很好的对焦系统 以及人脸识别的功能 我们刚刚所说的所有相机都有人脸识别功能 但是对焦性能却差别很大 有些是对焦很慢的反差对焦系统 比如之前提到的富士相机XT100 我有做过节目介绍过 这些相机自拍的时候很难对上焦 所以全部拍出 而搜下的相机比如这台GF也是反差对焦 可以看到在你前后移动时对焦是比较慢的 长时间拍摄的时候对焦稳定性比较差 有可能还会稳定的对在背景上 也不符合小姐姐的要求 卡片机方面 佳能机器X2代3代 松下LX10和索尼黑卡RX100第三代都是反差对焦 以往的节目都可以看到实际表现很差 对焦性能通通不合格 全都拜拜 相反索尼A5100黑卡RX100第五代有混合对焦 以及佳能全系列都具有的双核对焦 这些都是相位对焦系统 可以从屏幕中看到佳能双核对焦系统的人脸识别表现非常好 对焦很稳定 在你认真的讲话时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对焦问题 或者你想展示东西的时候它也能很快的对过去 然后对于小白或者新手来说 相机上手容易用起来简单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方面佳能的相机就有很大的优势 即使最便宜的M100也都有像智能手机一样的触控操作界面 不管是调整菜单设置还是选择对焦点 佳能相机的触摸操作反应都非常的快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而索尼A5100和黑卡RX100第五代就不行了 这都2019年了 调整设置还需要使用按钮 我其实不太想推荐这些相机给别人 因为他们不会用就会来问我天天解释怎么调设置真的很麻烦 即使你受得了索尼相机用起来麻烦 你也会受不了索尼拍出来的画面肤色 受丑 不仅仅因为在肤色教条上索尼不太在行 而且他们相机的屏幕显示也比较差 在这点上佳能相机就完全相反 不仅从相机屏幕上看到的颜色很棒 拍出来的视频也一样很棒 小姐姐应该要把时间浪费在每天享受生活上 而不是趴在电脑面前调整皮肤颜色 你说是吧 如果你不在乎使用体验 也不在乎直出肤色 相信你一定不会不在乎价格 虽然索尼A5100和M100套机都不贵 但是如果你想拍出不一样的感觉 就要购买像这样可以更换的镜头 如果你想拍眼妆的细节的话 套头的最近对焦距离不行 可以购买像这样的微距镜头 佳能只要1000多块钱 而且镜头前面还自带了很可爱的LED灯 比如能拍出背景很柔和的虚化效果的 佳能人像镜头只要500多 索尼搜下富士则至少1000、2000、3000 能拍出大长腿的超广角镜头 只要2000多 而其他厂商至少5000起 甚至有些参数接近的镜头 佳能只要1000多 索尼却要七八千 光看看就背脊发凉 假如你的预算不多 又想拍更丰富的效果 佳能的相机绝对是勤俭持家的好选择哟 最后还有一点 如果你想要你的观众更清楚的听到你讲话的内容 就要使用外接麦克风 佳能除了M100以外 几乎所有的机器都很大方的给你提供了麦克风接口 你可以使用小蜜蜂麦克风或机顶麦克风 轻松的提升视频的收音质量 在这点上其他的相机厂商都很吝啬 你只能使用内置麦克风 人生效果不是很好 好的 讲了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听下来有没有选好自己中意的相机呢 虽然有打佳能广告的嫌疑 但是看来看去 也只有佳能相机符合这个小姐姐的需求啦 而且如果你比较关注非摄影区的up主 你会发现他们也大多是选择了佳能的相机 就是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 相机是否好用 要远比相机的画质与功能来得更重要哦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你们最喜欢的镜子 你有M100吗 没有 那么下次再见啦 本期的场地由肉脸成赞助 谢谢大家 欢迎下次来我家玩哦 要收费吗 要收费哦 要收门票哦 好吧 你拿的什么呀 我拿的是 X 不 啥 我拿啥我也不知道 EOS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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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这个是我卖给你的 对 纱布卖给我的 对 你为什么要我这个相机呢 因为好看 你要讲一下你的需求 你先不过讲 因为它拍我拍的很好看 我的需求是我需要一台比较轻的 然后呢可以有广角 有微距 有慢镜头 还有自拍的这种功能 重点是它一定是翻转屏 而且是要触摸的 然后它要皮肤比较好看 能够拍人比较好看 我还想要背后有那种虚化的比较大的光圈 所以呢我就喜欢这个 所以这个是有翻转屏的对吧 对有翻转屏的 对而且还有触摸屏 然后这个镜头是有点广角 并且带点微距的 三十五 对所以这套我卖你多少 一万一 忘记了 反正是一万多嘛 然后你知道吗 我卖给你这个钱 然后我去买了什么东西吗 什么东西啊 我就买了一堆 啊 对 可以看看 这么多啊 对 买了一台相机 然后四个镜头 这是什么 这是M6 EOS M6 不用吗 还行呢 这是几年前的一个微单 然后这个只要2200 然后 这么便宜 然后我给你算一下嘛 然后 这个超广角的镜头 然后1800 然后这一个微距的镜头 是1300 然后一个饼干的镜头 是900块 然后再加上一个定焦镜头 是2300吧 所以它不能满足我的需求 为啥 为啥 它有翻转屏啊 是因为它们都是拆开的嘛 就是因为它们都是拆成了这么多一堆 然后这一个可以满足 不是啊 它有翻转屏啊 所以它皮肤也很好看啊 都是佳能量 所以退货吧 没有没有 我只是说 就是买全画幅的话 你只有买一个相机 然后买一个镜头 然后如果你买APS-C画幅的话 就可以买一堆相机 一堆镜头 现在是不是偷恶 我笑你知道吗 你觉得好像被奸商骗了 你知道吗 对啊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就是要告诉大家 不要随便就轻易买全画幅的相机 我是受到受骗了吗 受骗主要这边 受骗主要 所以APS也还是蛮划算的 怎么样我这套跟你换 又跟我花 那我不是亏了吗 你这有四个镜头 那价钱真的比不上啊 对是价钱比不上 所以实惠啊 退钱吗 退钱 那那行 退差跃 我没有看你的稿子啊 因为 有非常非常的多 到底哪一款最合适的 GF8 GF9 GF10 和卡片机LX10 都是发 下来我再重新连这个 和卡片机X10 哎 啊 而佳能几乎所有在售的型号 都配备灵活 我的妈爷 下来下来下来 我真的太难了 我跟人家 充便宜的M100 有些是对焦很慢的反 有些是对焦很慢的反 有些是对焦很慢的反照 对焦 有些砍是卖不过之的 可以看到在你前面 下来一下 以及佳能全系列都具有的双核对焦 这些都是相 相位对焦 对不起 这个词我没有 重新来 重新来 然后对于小白或者新手来说 相机上手容易 用起来简单 就很重要的 也都有像智能手机一样的触控操作件 触控操作件 触控操作件 这都2019年了 调整设置 还需要使用按钮 我其实不太想 按钮 我觉得这是在针对我 我的妈呀 不仅仅因为在肤色教条上 索尼不太在行 不不不 重新打这个 色染索尼 不不不不 这不怪我 我没有念茶 我觉得 我觉得 我感觉我整个可能是一个 漂白眼的 漂白眼录完了整个视频 在我脸上打个马赛克 就打三个字马赛克 索尼松下富士 则至少一两千 两三千 轮拍 光看看就背脊发凉 哎这个东西 好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最喜欢的 哈哈 重新来重新 听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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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重新来 感 呃今天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你们最喜欢的镜子 你有M100吗 没有 不是 你有M100吗 没有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你们最喜欢的镜子 你有M100吗 没有 那我们下期再见 啊 我觉得我没有拍出来这个感觉 我們下次再見